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寗,又与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上一次的课题, 继续讲陈寗横批八十星, 就是通过我们批算明星的八字, 批算明星的八卦吧, 然后我们来学习了中国的八字神术, 我们上期又讲了如何通过我们的试著八字学, 与我们的中国古代的最神奇的预言的推辟图相结合, 来推远我们的八福图的命运。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这个主题, 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恒大的债务危机。 恒大欠债三千多亿美金, 使整个美国的股市道琼斯将近跌破一千多点。 所以呢,在恒大到底怎么了? 恒大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 或者说我们的中国政府到底会不会就恒大? 这都是大家比较吃瓜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主题来推远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推远方法呢? 就是我们先要找到就是这个恒大的老板许家印, 通过他的八字命盘以及推辟图的结合, 我们来看能不能从中能得到什么启发。 好,谢谢! 我们现在开始看一下这个许家印的八字。 再来看一下恒大的老板许家印的八字命盘。 我们通过万年历来查出他的八字。 他是在1958年的10月9号出生属狗的。 我们怎么演算他的时间呢? 通过我的演算呢? 就是说通过他的大运以及他的人生的轨迹的走向。 我们最大的几率就是在亥时出生的。 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会来讲怎么来推演。 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他出生的日元。 日元代表自己。 以前我们有讲过日元是什么? 是己土。 那己土是什么呢? 就是施因之土。 是属于施土的。 然后我们要看的这个八字中最重要的能量就是月令。 也就是月支。 月支是什么呢? 就是旭月。 那这个旭就是丘老虎了。 所以土, 身旺这个土。 所以这个日元的土是非常的旺盛的。 在古代有一句话叫, 己土如逢九月天, 才观两望福无边。 就是指的是, 当这个施土啊, 生在这个旭月的时候呢, 就是逢九月天, 才观两望福无边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在敌天水里面有讲到说, 这个己土。 他说, 己土, 悲思, 中正蕴藏, 不愁目胜, 不畏水狂, 火烧, 火灰, 金光, 金多金光, 若要勿忘, 亦住亦邦。 那啥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施土啊, 他是不怕这个木, 这木, 刻不住这个, 就是这个己土, 施土了。 因为甲己会合化土, 所以, 木是刻不住这个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通过这里来看呢,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的特点, 土特别的旺盛, 粘柱都是土, 包括他的石柱都是土, 所以他的八字的土, 非常的旺盛。 而整个八字来讲的话, 那什么能够克制住土呢? 就是木了。 就是我说的, 所以, 己土是不愁目胜的, 就是不怕目来胜。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断定在以亥的时间, 因为亥跟某呢, 会按和为木局。 会, 等下我们看到他大运里面就知道了, 他在最好运的时候, 就走到了亥某位三合木局的时候。 所以这个木, 正好把这个土给刻为财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水了。 他不畏水狂。 就是, 再多的水, 对于这个师徒来讲呢, 他都能储蓄他。 所以他土旺的时候呢, 就能把这个水, 储蓄取来。 所以呢, 他第二个用神呢, 就是这个正裁了。 是他的用神了。 就是大海水。 所以水是他的用神。 而, 然后呢, 金多金光。 金多金光是什么的? 就这个师徒呢, 可以声望金。 那个金就非常变得很有贵气了。 所以金也可以说, 是他的喜用之一。 通过这个判断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大运了。 那很多人为什么叫用神呢? 用神就是在你的生命轨迹里, 能发挥去非常的好的作用的, 就叫用神。 而发挥不好的作用的五行呢, 就叫祭神。 那这个祭神我们有看了, 他的祭神就是土。 好, 那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学习以后呢, 我们反观看他的大运。 他的大运呢, 从十岁就取运的。 从十岁就走奎害大运。 然后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 又甲子大运, 都是水木大运。 然后呢, 到了三十岁到三十九岁, 也是木跟土。 然后到了四十岁到四十九岁, 又是木, 非常的旺盛。 但是在最厉害的一个运程, 就是五十岁到五十九岁, 这个鼎盛的一个时间, 就是这个某自出现了。 这个某会跟这个害, 跟他的命局中的, 害某为何为木局? 然后丁又跟正财合为财。 所以呢, 这个, 在这个大运非常的旺。 可是在他在二零, 现在是走什么运呢? 就是现在走入了什么呢? 六十岁到六十九岁, 走入了雾城大运。 也就是从二零一八年的时候呢, 二零一八年呢, 就是那年是流年, 叫雾序, 也是太岁之年。 他实际上已经走入了他的寄生大运。 也就是雾城的寄生大运了。 这个运程的土, 是他的寄生。 所以这个土就是地产嘛。 所以成为他最大的一个麻烦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找到雾城推避图的这个景象。 通过这个景象, 我们可以探测出他的一些命运的轨迹。 我们来翻阅到这个推避图的雾城, 这一个大运的推避图。 这个雾城运的推避图。 这个雾城我们刚之前分析了, 这个许家印的八字的雾城呢, 实际上的这个土运呢, 是徐家印的寄生之运。 也是他的劫财运, 走入了一个劫财的运程。 所以呢, 这个大运是不好的大运。 那我们来看这个雾城运的推避图, 代表的是什么。 那这个此项呢, 代表的是杨贵妃安死之乱呢。 这个图实际上是表现出唐朝, 顶圣的时候的唐朝, 由兴圣而走为衰落的转折点。 所以叫务城大运。 我们在称曰, 杨花飞蜀道难, 截断逐霄方见日, 更无一利耐平安。 然后颂曰, 于杨皮骨过铜关, 此日君王信建山, 沐浴若逢三下轨, 定于此处藏金环。 那金圣叹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批处。 这个马安呢, 就代表的是安怒山。 而这个史书呢, 代表的是史诗明。 那这个躺在这的这个妇人呢, 代表的是杨贵妃了。 杨贵妃, 死于马维坡。 杰竹, 这个杰, 杰断逐霄方见日, 就是指的是这个树中继位。 这个逐霄就是树中, 而平安死之乱的这个, 就是这幅图啊, 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这个卦象叫官卦。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官卦呢, 下面全是阴阳, 一直往上升。 就代表的是阴越来越盛, 而阳越来越衰。 这个显象呢, 非常的这个, 很有特点。 因为唐朝啊, 是在我们中国古代来讲的话, 是最兴盛的朝代了。 而因为这个安死之乱呢, 从这个事件以后呢, 就唐朝由盛而转衰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 也代表着说, 许家印的这个王朝啊, 他的这个恒大的这个地产王国啊, 由此从始开始, 由盛转衰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当时的历史的一个介绍啊, 就是呃, 就对于这个安死之乱的一个介绍。 安死之乱。 唐太经历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以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后, 成为了一个国父名强的国家。 开元年间, 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唐玄宗在位晚年, 任用江臣李陵府为宰相, 政治逐渐开始腐败, 后来地痞出身的杨国中, 因杨贵妃受宠, 又继李陵府出任宰相, 朝廷更加堕落。 翻将安禄山凭借自己阿谀奉腾的本事, 官职逐渐变大, 直至统领重兵, 身受唐玄宗的宠幸。 宰相杨国中因不满安禄山受宠, 便开始与他交恶。 久而久之, 安禄山便决定起兵报复。 天报十四年, 安禄山发动唐兵, 以及外族势力二十万人。 以照讨伐杨国中为借口, 在泛杨起兵, 很快就控制了河北等地。 此时, 唐朝的精锐部队大多镇守边关, 最终李隆基听信谗言, 杀害高先知等首相导致长安失守, 占领洛阳的安禄山随其自称大燕皇帝。 唐玄宗在逃亡蜀都陆经马维坡时, 随行将士杀死杨国中杨贵妃, 太子李亨在领武自行即位。 闭郭子以李光碧分兵进军河北, 一直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民收复河北一带。 患有点击的安禄山性情飘忽不定, 对属下非打即骂。 太子安庆旭在联合宦官杀死了安禄山后便自律为帝。 长安被唐军收复后, 安庆旭从洛阳败逃至夜城。 郭子余、李光碧等人在围攻夜城时, 被援军史思民不击败。 随后史思民又趁机重新占领洛阳。 安庆旭与史思民不合, 总想找机会除掉他。 史思民便向宿宗地上降书, 但史思民不断招兵买马, 抑郁与安庆旭遥相声援。 郭子余被解除兵权后, 叛军出现内后。 先是安庆旭被史思民所杀, 称帝后的史思民又被其子史昭义所杀。 唐将蒲固怀恩统兵从两面进攻攻占洛阳。 蒲固怀恩率军追击, 叛军纷线城投降。 众判清理的史昭义在临终自意身亡。 历时七年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刚刚我们看了一下安史之乱的动画。 看了这个动画以后, 大家可能对整个安史之乱的历史有一些了解了。 这样有帮助你去了解许家运他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样的状态。 那许家运的八字, 我们刚刚看到他是走的戊城大运。 这个戊城大运呢, 跟他的乐著啊, 人序相冲, 叫天克地冲。 我们中国的这个许子平呢, 他在对八字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他有做了两个最重要的一个注解, 就是第一把日元代表自己。 第二个他说呢, 流年作用于大运, 然后大运作用于八字。 也就是说大运是跟八字之间相互产生关系的。 那许家运走进的这个大运叫悟城, 是他的祭神, 也是他劫财大运。 然后呢, 跟他的乐著产生天克地冲。 那我们来看金言是新丑年。 这个新丑, 所以他的这个土啊, 陈旭丑, 魏八字全部聚合了。 土跟土之间的相冲, 陈跟旭相冲, 丑跟魏之间的相冲, 代表土非常的旺盛。 这土是代表他的劫财。 所以他走入了完全三千多亿美金的次贷危机。 那我们呢, 今天呢, 是2021年的9月22号星期三。 那明天就是星期四。 那为什么要说明天呢? 因为明天以后呢, 就是徐家印要不要付他的这个, 就是次贷的这个利息。 如果他付不起。 如果中国不帮助, 习大大不帮助他能够赌这个窟窿, 那代表的一个股牌效应就会爆发了。 那股市就会狂泄。 全球的金融危机就开始爆发。 那你也知道呢, 这个徐家印有120家中资银行哦, 有129家外面的就是外资的这个金融机构。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了一张图里面, 你发现呢, 他的这个欠债的这个外面的美金, 是占他的整个债务的三分之二以上。 而实际上在人民币, 就是中国的这个债务呢, 只有他占他债务的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从此看来讲, 最大的影响是我们海外的金融。 特别是香港啊, 这个欧洲啊, 还有美国的这些银行。 这个股台效应一旦爆发的话, 全球的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那许家印的倒下, 许家印的这个破产, 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八运的梗挂, 也就是代表地产运的一个终结的时候到了。 也就是开始从八运要走向九运的。 我们都知道前二十运就是梗挂, 是代表地产辉煌的时间。 那下一个时代是梨挂的时候了。 好, 谢谢大家呢, 看我的视频, 然后呢, 希望大家能够受益。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陈林说风水。 如果你关注我的频道呢, 并且加微信啊, 我会帮助你的这个, 推你的人生的八幅图。 谢谢大家, 拜拜。 。